您將走入亞洲貓科動物的 現在與未來選在八月八號國際貓咪日 三力集團重磅推出亞洲貓科大復興紀錄片 團隊耗時兩年跨國拍攝紀錄 要喚起大家對貓科保育的重視 人類終於是打破了以人類為中心的執念 與貓科動物共生共存共好 那這個紀錄片我們的團隊 是歷時了將近兩年的拍攝 我們前進了這個世界各地 那帶來了很多精彩的故事 那它還沒有播出 就已經獲得了國際六大影展 六大紀錄片影展的肯定 三力紀錄片團隊遠赴印度 日本及馬來西亞取材 探討亞洲貓科的生存困境 與各國在富裕的努力 貓派代表副總統蕭美琪出席受應會 特別也謝謝三力的團隊 那除了我們每天看到的時事性的新聞 那能夠更深入的 而且是花很多的資源 超過兩年的時間 能夠提出更多完整的知識性的影片 那我是獅子座 我也是貓科 那希望天底下所有的貓奴們 也都要繼續為自己家裡面的貓 小孩貢獻罐頭還有好吃的東西 亞洲貓科大復興共分三個主題 關注台灣雲暴石虎 日本對馬山貓的重生 也獲得印度官方許可 進入老虎保育區 借盡成功 富裕經驗 拍攝過程一波三折 而紀錄片另一大亮點 是與英國牛津大學合作 協助引入在2013年 就被宣布絕跡的 台灣雲暴富裕 雲暴其實還是有機會 從國外再引入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森林 再去再度的繁衍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引入計畫 在持續的溝通當中 亞洲作為全世界貓科動物 種類最豐富的地區 也成為恢復全球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基地 三粒電視製作首部4K生態節目 亞洲貓科大復興 深度計時 更推出限定悠遊卡 要替保育物種盡一份心力 三粒新聞 孟國華皇城邦論軍小組 台報道